我们将有请的是第十四号选手 新型声波清洗球 小小白哥准备讲 大家下午 请问好 各位三星选手 我叫林宏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申请的一个正能验尽产品 我们叫他新型声波清洗球 我们都知道超声波它有一个就是说清洗能力非常强 然后清洗速度非常快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在工业的领域呢 常用来清洗这个牛屋啊 或者是压力品化学品 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地方 就是说肉层清洗或者是医疗器械 就是说这些清洗 包括是一些就是说 手指道的一些清洗跟杀菌效果方面 它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应用 那么这些应用呢 呃 就是说还没有 就是说植入到什么一个广大的家庭里面 那没有像那个习一样 比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那么我们呢 现在呢 看到了一个市场非常大的一个大部区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说 呃 重新的就是说 开发了引发了硬环 就是说迷米 并且的硬环这个声波清洗球 那么它有一个应该是移动性和 并且性比较小的 另外一个呢 它也具备了高效清洁的一个能力啊 那么它还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东西啊 另外呢 我们在专闭的设计里面呢 设计了一个群人的一个设计 还有一个 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它并不只是一款硬件产品 它同时呢 也是一款软件的就是APP的一个具有非常衍生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啊 呃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啊 我们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 那么原来的业务有标准性 民船单的啊 现在呢 在开发的几个产品呢 有这个增计节 一个节色系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生活清洗手啊 这是我们的 就是说 这个生活清洗手 这里面的一个团队 一个是李拉本啊 呃 他是一个IT 的人 因为他在呃 大龄这个计算机毕业 然后呢 他在就是说比较大的国际性的这个IT公司呢 他有比较分布的从业经验 另外一个呢 王涵骏 他呢 负责一个工业设计跟这个宣传 我呢 是这个项目的这个发明者 那么我原来是 谷得是一个金融学哦 然后呢 我是一个比较发展型的一个人哦 呃 我也设计一个机械专利 然后申请了高级的专利 呃 在2005年呢 我有一个就是金融市场攻击系统的一个项目呢 我参加了那个五江区的 江苏五江的一个比赛啊 那么这个系统呢 就是说经过三亿年的 在那里获得一个专行奖 经过三亿年的这个发展 在今年的这个这个 这个近一个月的试换测试试当中呢 他非常的不错 基本上呃 剩余的能够超过70% 然后是这个收益比较还不错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 生锅气息组的一个 就是说具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说出食 就是说食物方面有一个就是说农药残留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比较严重 那么通过生锅气息组呢 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出问题 还有一个差异衣物 还有一些女孩子的高档的组装 他通常都要熟悉 熟悉麻烦熟悉 你赞哦 如果有了这个肯定不让你节省时间 又让你衣服不易损 问题还不易损才节省时间 好不好 而且他可以跟洗衣机共洗 那么在洗衣过程当中 就是说 洗衣本的残留 也会很上 就是没味道啊 另外呢 它是个多用途的 它可以拿着 清洗一下来做玩具 清洗自己的引擎 清洗我们的手机壳啊 另外这里我有一个 起了一个是什么 洗洁精的残留 我们都要用洗洁精 但是洗洁精 产气的残留 对身体的经常 是会有损害的 所以就是说 这些痛点呢 在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护理玩意 系细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一个痛点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 哦原来这个样子 原来这个东西 是会有残留的啊 所以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 清洗所的增购功能上面呢 我们开发了个手机APP 要以去想的 使用什么样的功能 它工作在什么样的模式下 其实是最节省的 使用工作的 直接是最长的 呃 是这两个特点 所以呢 我们认为的 它跟这个 洗衣机一样 会在压态 是一个全球性的 一个需求 是一个断需 啊 那么它的亮点呢 我刚才说了很多 有高校清洁 节约新写 啊 它的 养发的密封啊 他们我们呢 就是说 装力里面 装的两个东西的 一个申请啊 专利呢 是申报的 但是呢 还要有几个月时间 再下来 然后我们的价格呢 会有一个清平的 一个市场的 一个一个路线 因为我们还要做后面的 关键 提升方面的 更正的收入 在后面 嗯 这是一个就是说 它的一个清晰的 一个实验啊 就是说它一种模 其中一种的工作方式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实验啊 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比较好 过来 所以呢 这个产品呢 光顾了一个我们的食品安全 包括我们的衣服啊 包括到我们出台的时候 我想要洗一下衣服 它是一个型 还有一些环保 它们的一些意义 所以呢 它是一个衣食型啊 它们相关的 我们的营销的策略呢 就是说是传统的这个代理商家呢 网络平台的外货渠道 还有一些是 行业的大客户啊 这是我们的 一定的一些营销的目标 我们的融资的目标呢 其实只要涨了 就好了 因为股份呢 初期的时候 提出呢 我们希望小一点 然后呢 这是引发的用途 相当一部分呢 在这个引发费用 跟这个方便申请的一些费用 还有呢 其他用途上面呢 有个A2T 所接运的足形 我们会专门办一些 充分的清洁品啊 洗衣 进而这些东西 开始还有一个是语言洗衣的衣服 为什么要运劲呢 你如果自己不洗衣服 你拿起来直接顶了 直接让我们来洗 对吧 这是一个就是说 接壮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现在呢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说 完成这个供应链 然后是开发这一块 工程经济的比较满的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说 我初代的场面的一个三级 第三个阶段就是 下一个农村之后的 一个 再行三层 跟这个渔洗衣的一个初步的道路 我们呢 不停那个 走这个价格价的一切模式 另外呢 我们就是 在下一个阶段 就是说 下一个坛的一个 智能硬件 跟这个 VBP的一个 就是说 玩弱 我们会形成一个 专业的保护链 这是它的一个经济效益 那么这个项目 其实我非常的看好 它市场量非常大 真的非常迅速 会穿上大量的税收 和新的赶贵 另外我们特别 讲到一个资深产权位 可行 我们希望 就是说 新大 可以配合更多的专心 另外呢 另外呢 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 环保的一个 呃 用途会减少这个清洁性的重量 会减少我们学习 这样的土地的这样固然 还有一个 我们自己呢 会减少一个农药 洗滴滴 细菌固然固的一个接触 跟摄入 所以对自己的家门 跟身体的地盘 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 我的影片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要洗衣服 我喜欢那个工作人员